五一假期即将来临 又是中国公民赴海外旅游的高峰期 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陆康提醒五一期间计划出境旅游的中国公民 注意出行安全 建议大家多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 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 领事之声微博发布的有关海外安全风险的相关提醒信息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在拨打当地报警电话的同时 也可以拨打861012308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 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 或者与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取得联系 寻求帮助